山陀的台风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在高雄登陆 所以强劲的风势雨势也侵袭了在奇迹 我们来看到这画面 不只路面积水淹到了小腿度这么高 还有很多台的机车直接被强风吹倒 也直接的泡在水里面 也因为这强劲的风势 还传出很多地方停电的消息 强劲风势加雨势 路上一片雾茫茫看不清远方 纸板垃圾也被吹着跑 行道树跟着强风左右摇摆 看起来就快要倒了 山陀的台风从高雄小港登陆 旁边的奇迹首当其冲也是风雨交加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就在高雄的奇迹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就在渡轮站的旁边 这里在海边的这个风道是相当的大 海上的是非常的恶劣 奇迹渡船头不只招牌看板散落一地 台风加上天文大潮 迄今市区道路严重积水 最深还一度淹到小腿度 在这个风雨持续的状况之下呢 可以看到呢 现在比较低洼的道路已经严重的积水了 而且大概呢 是到这个小腿度的一个地方 那么也因此可以看到路边呢 像是这辆车呢 应该是原本车主要把这个车子 停在人行道比较高处的地方 怕车子泡水 没想到现在呢 是淹了半颗轮胎高 一旁的机车也倒成一排泡在水里面 更惨的还有这栋大楼 一楼的遮雨棚也一声声被强风吹毁 掉落地面 幸好当时没有人经过 才没亮成大祸 迄今风雨从早到晚没有停过 日雨量超过150毫米 跟吹起磁式级强风 就传出迄今有地方停电 铁门无法打开 冰店老板的爸爸 还有一名外籍看护 受困在屋里面 家人到场 焦急打电话确认 因为老人家需要带呼吸器供养 赶紧起消防队破门协助 我们家现在状况还好 还可以 山脱裁风登陆高雄 充沛雨量 加上大潮不容小觑 民众没事 还是不要出门 待在家里面 多加留意小心 中山新闻 黄小琪 红宝新在高手采访报导 中山新闻